觀眾朋友歡迎收看富裕向前衝 我是王志玉 宏達電第四季的營運數字 差到令人跌破眼鏡 這個營益率預估只有百分之一 這是史上最低的一次 低到幾乎是損益兩平的狀況了 而外資也立刻下修了 宏達電的目標價最低砍到一百塊 宏達電未來還有什麼機會 真的是一路悲觀到底了嗎 今天要帶你來聊這個話題 我們先來歡迎今天的節目來賓 風迎投顧的研究部副總林恩輝 仁慧副總你好 志玉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基金益姐 趙晶宇 基金益姐你好 志玉 慧哥大家好 好 我們首先就來看看 這個宏達電最近有這麼慘嗎 我們來看他公布的數字 讓大家真是跌破眼鏡 本來呢 大家預估說 好像他的這個營運數字 還不會這麼差 就一公布出來一番兩燈 給大家昏倒 然後現在呢 這個外資馬上很狠 這個下收目標價不手軟 下看一百塊 而且花姐還直接說 下一季恐怕是會來到虧損的狀況 基金益姐現在我們來看看 這個外資一看到了這個宏達電 他的法術會的數字之後 馬上開始往下看 而且看了一個比一個來得很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有多狠 我想一百塊是小摩拉 還有巴黎鎮 這兩家大家可以看到表格上面 所以調降到一百塊 那好一點點啦 像德意志他是看到兩百 那我想就今天售辦價也不遠了 那其他大概都是在一百五到一百八左右 這個這個目標價 那我覺得其實價位不重要 而是我必須要講 我要講一些故事啦 我們之前大家記不記得 宏達電曾經告一位分析師 花旗 花旗證券的分析師 這個故事大家還記不記得 嗯 其實你知道嗎 故事還必須要繼續看下去 哈哈 那他告了之後呢 聽說啦 聽說就是宏達電有去找花旗 這個他們最高層的主管 應該是管先生啦 為什麼要告他啊 那時候我真的有點不負記憶 但也是因為寫了報告出來 對他很不利 那去年大家也都知道說 宏達電同樣也是一樣 從這個最高價開始一路下滑 那這中間 為什麼這個外資這位分析師 張維凱先生 他一支都看不好 那我想一定有他的原因 那是張先生聽說就是 個性是很耿直啦 我們看過去很多分析師是很 就是說可能講點人情 就是說我跟你吃吃飯 這個瞧一瞧這樣就算了 因為你們還要做我的成銷業務嘛 那就大家彼此握手言和 欸花旗沒有錯 花旗的高層說 對啊我們也要做生意嘛 大家也不願得罪宏達電 可是這個分析師 本人啦 本人是覺得說嘿 我呢這個就事論事 不好就是不好 所以他是從去年一路唱衰到底 絕對不是今天 所以你看花旗這邊 估評估也是到113 那我要講就是說 這件事情其實 在外資圈有一點點寒蟬效應 就是說今天大公司 我們也不想得罪 過去大家知道嗎 我又不要說分析師 我們講外資圈的 有一點點狗腿啦 我又不要說誰啦 就是說畢竟因為我們還要做 這家上市公司很多生意 我剛才講過 那我犯不著去得罪他對不對 所以當然大公司多少會比較捧他們的人場 同場就在講幾句好話 是 那那這個自從花旗這個事件之後 大家忽然發現以花旗為依歸 就是說他是一路看不好喔 對 忽然發現大家 他既然這樣看 因為他既然 呃這麼耿直對不對 這麼中立客觀 那我們大家就怎麼樣 那我們大家就怎麼樣 也許就順著他 跟隨他 Follow他的一些看法 所以變成說花旗的報告 大家最重視 就是說這種媒體圈 如果有有紅茶店報告 哇花旗一定是怎麼樣 第一個拿來報導 所以就變成 我們看到花旗這回說他下一季要會損 所以就變成說 哇這個花旗的報告 如果說真的是 他們看的是正確的話 那其他外資單 是不是還會繼續下修 我不知道 但如果就是說 今天他跟外資圈的關係 似乎現在有一點點在一個 我們講冷凍期 因為這外資報告 真的我說實在 他們又去勾公司 對不對 勾公司我還寫 那如果你跟公司的關係 大家如果都處得比較僵的情況下 是 那這個報告的內容 我覺得也不會 下筆的時候也不會說 太好看啦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中間 我不知道有沒有蔡才靈靈 人為因素 我們講這個價位 就修到這麼狠 因為過去好幾度 也有這種狀況 我記得上一次 紅茶店跌到278的時候 內室外資也不過修到160 對不對 那大家記得七月八月的時候 曾經有一家外資 韓系外資看到198 是不是 哇 這是一下掉到100 那時候我們大家會覺得說 因為他是韓國 所以他故意的 會暢摔在紅茶店 現在不是 現在是美國 英國 哪一國都一樣 所有的外資通通都最低看到100 仁惠副總 那我們來請仁惠副總講一下 這個我們剛剛這個進行節 擋了很多內幕故事 這個外資跟紅茶店之間 很多恩怨情仇 那這一回我們看到 這個外資普遍的下修 而且砍下來這一刀 砍很大 有的是直接把他腰斬折半 那你怎麼看未來紅茶店 這樣的一些這個目標價數字 真的有這麼差嗎 我們剛才跟這個志祕私底下在聊 你現在300塊講200塊 200塊說100塊 這個東西就跟當時 在1000塊的時候 你喊1500 1500含2000 聽說有人喊2000 對 我聽有2000的 所以這個意思是一樣的 這些外資 剛才趙傑講得非常好 基本上他你會發現說 上市公司去告外資 可是為什麼我們很少看到說 我們市場的投資人去告外資 或者是市場的投資人去告這個上市公司 對 你還有虧這麼多 對 告你剛好 所以我們投資人是比較弱勢的 我要講的就是說外資講什麼 等一下我會告訴大家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用我們自己最簡單的方法 我們自己可以判斷宏達店到底什麼時候是可以買的 那至於說你要說他的整個的狀況 我認為說等一下用自己的方式來判斷是不是比較好 對 就不要再去聽外資怎麼講 誰知道他們之間是有仇還是有恩對不對 就是看看就好 不過靜玉姐我們從他的這些營運數字上 其實也看得出端倪 人家下修也不是莫名其妙把你打到地上嘛 靜玉姐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宏達店 法術會他公佈的數字這個本來外界預期沒這麼糟 然後就一看天啊你真的要昏倒 沒有錯 我想特別是營業利益率 這個部分因為一計趨近於零 也就是幾乎接近虧損 就是說他大概第四季是0.6 因為他股本算0.6到1.5 只剩一片是剩那麼多 那你加上前三季 大概今年大概20塊有沒有都是問題 那明年為什麼現在外資說是虧損 那我想這個中間還是有故事 我想我們也要看下去 因為為什麼會那麼低 最重要就是他的一些管銷費用 管銷費用的話目前第四季估到132億 說實在的大家有看到他有打什麼廣告嗎 有啊最近有一支新機嘛 是有一個日本的對不對 他請了我想那花不少錢 因為請了一個日本偶像團體 這個是花了錢 但是其實我們會覺得說 如果以廣告量來看的話 或是說以行銷來看 我覺得說好像還是蘋果三星做的動作比較大 廣告上面啦 那錢到底花在哪裡 其實你知道嗎後面為什麼有故事 兩個狀況一個我覺得其實我覺得沒有點出來 就是庫存問題 你知道嗎 手機如果賣不掉 如果他出 因為他最近出很多支 為什麼他會顧到第四季 甚至大家顧到明年虧損 其實我覺得很多畫質點到為止 就打庫存 這個是我覺得 大家還是要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部分我們不知道他的到底庫存狀況 因為有可能他也沒說 第二個就是說 他的定位問題 那為什麼會到一 剛剛花很多錢嘛 很多錢做哪去了 那很多人說 哎對啊 你基本上是至於我們講說 他在那個美國 榜約只要零點零幾是不是 好像對不到一塊錢 對 就你知道嗎 我記得他好像中國還是歐洲 一樣一款手機 他好像是99美元 就是就是價位不同 就是說一樣我榜約 他在各地 因為可能各地市場銷售狀況不一樣 所以他的怎麼樣 Policy就是說 可能一些Marketing的政策 也變得跟著轉變 所以我覺得怎麼樣 你政策搖擺不定 這也是我覺得 可能大家會比較擔心的問題 而且變成如果未來每一季 每個月的管銷費用 如果都是一百三十幾 一百四幾都到這個數字 就是說一般我們講 三星大概都控制在6以下 6%佔營收比重 那他等於拉到10%以上了 佔營收比重 哇 那你說明年 每一季都這樣 你說他虧不虧損 因為就要佔掉10% 那已經看 都已經營業利益到1了嘛 是 所以為什麼外資 會有這樣的一些擔憂 要特別是中國市場 我覺得中國市場 本來大家寄予厚望 結果後來發現糟糕 他好像也沒有賣得很好 因為沒想到別人 小米機說其他的 這些白白手機 品質沒有比較差 而且最近手機在中國 賣不到好像聽說四五千塊就可以買到 對 那他還要還走一個高價政策 或是中高價位政策 所以為什麼 我就說外資會看得這麼衰 一定是有一些原因 就是我剛才這邊的分析 其實大家其實很多媒體 我覺得沒有再進一步講到的 是那榮慧副總 我們剛剛看到的 那個是這個營運的狀況 那有一些數字上 你不要進一步帶我們來看看 其實這個接下來 這個宏達店 其實他們自己也在講了說 這個再往下 他們是再往下之後才要再往上 但是你要再往下下到多少 這個大家聽起來是心驚膽戰的 所以我們來談一個問題 各位投資朋友 你現在看到的營運狀況 什麼EPS 或者是毛利率 其實是落後的資訊 為什麼是落後的資訊 你看這個畫面上 這個毛利最高的時候 EPS最高的時候 是今年的第二季 可是你看到第二季的數字的時候 是在八月底 八月底那個第二季的財報才看到嘛 對 所以這個叫落後的資訊 那我現在帶大家看一個東西 什麼叫做我們自己 可以判斷的一個方式 我剛才前面有提到 外資不是我們的朋友 你自己想一下 所以外資講什麼東西 他有時候對有時候錯 但是我們有什麼方式 自己去判斷這個股價上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現在畫面上 可以看一下 整個宏達店的問題是在於 所有的品牌廠都會碰到的 我們現在不要一直批評宏達店 其實你說索尼華為 這個中興通訊大陸的 包括什麼小米機聯想 也在推手機 他們都有共同的問題 什麼問題我等一下再談 我現在從這個股價面來講 比如說你畫面上看到的外資 是確實從七月份四百零六 四百零四塊半 那個時候的宏達店除息四十塊 四十塊你就算把它還原回去 從四百塊到今天的兩百一十九塊半 其實外資中間賣了十五萬張 賣了十五萬張 那為什麼三個月前四個月前 他不說宏達店很壞 賣了十五萬張之後才說 他這個怎麼樣 所以但是我們自己想融資也相對的 從七月份的時候四百塊的時候到現在 兩百一十九塊半融資增加了四萬多張 融資從三萬張一路增加到最近的七萬多張 所以這個就是我上一次上上禮拜來的時候 我最後有談到 終歸是一個籌碼的問題 是 好那籌碼我們有時候還要在觀察對不對 我來帶大家看一個最簡單的東西 因為這等一下會用到到底宏達店能不能買 對這個是宏達店的月K線 各位觀眾朋友你先看一下 左邊那個地方是從四百五十塊漲到一千三的時候 用一個最簡單的 各位一定都看得懂的技術指標叫做月KD 月K線的KD指標 這個指標一往上交叉的時候 他一個月才一根K線 所以當時從四百五再往上到一千三 這個東西是簡單而一定看得懂的 那這一次為什麼從一千三一路下來 各位仔細去看 他只有在四百九十幾塊到六百七十二塊 中間有一段的反彈 但是那個時候的月KD也沒有往上交叉 是 這一次什麼時候往上交叉 就是什麼時候他是一個波段的買點 所以我先把這個點到這個地方 解決問題 我們現在是說有這方面關心 你關心一些股價 不只是宏達店 也許很多個股 你所關心的問題 能不能用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訊號 去幫你自己做一個判斷 這是其中一個 大家都看得懂的 對 我剛剛還跟志玉在講 如果您看不懂 你要站起來跳騎馬舞 是 其實真的很簡單 他沒有往上交叉 你就不要自以為說 這個很便宜 這個很便宜 但是他總有一天要往上交叉 那個時候的買點 也許大家都可以抓得到 對 不過其實人會副總 你講到一個好有道理 就是外資不是我們的好朋友 因為他賺錢不會記得要告訴我們 那他賠錢的時候 他不可能賠錢 因為他很奸詐 好 不過呢 靜雲姐繼續帶我們看 那麼我們一般這個消費者 或是一般的這個散戶 大家要關心 當然這家公司賺不賺錢 他營運狀況好不好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一些 營運的數字不是那麼好 但是他現在連賣的這個手機 都賣很糟糕 甚至他賣書 Sony 是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數字 這也是外資我想 這兩天的報告裡面 所評估的 因為幾乎各家 估的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在落在 650萬支到700萬支 我想剛才我已經提過 在營運面 比較營運面部分 還有產品面 我剛才提到說 你的這個定價 定位不明 對不對 你是到底做 未來要做高階 還是因為你後來把價格 整個打下去 但是三星也別說 大家都殺很兇 好 那你就變成說 我打成好像也變中低階手機了 那營運面就是說 我必須要提的就是說 大家記不記得 他那時候跟蘋果打官司 他買回了自家公司 是不是 花了90億 其實這件事情一直到 大家記不記得 今年中 我記得是暑假的時候 他的老闆王雪紅說 我要買自家的股票 對不對 我展現我的怎麼樣 決心說 哇 我看好自己的股票 然後他們一大堆 這個高層主管都說我要買 可是你看 這麼幾件事下來 當然我們就發現說 王雪紅做到了沒有 因為記得他只買了 一個月還是兩個月 之後都沒下文了 只買一次了 買一次 對 回哥記憶比我好 好啦 那後來我知道 周文明好像帶高層主管 也有買一次 也有回補一次 那你知道嗎 就外資就是說 我們就法人 法人他在報告 就是說不管他過去 有沒有什麼恩怨啦 對 就是說今天我還要看 一個公司的什麼 叫誠信 嗯 就是說今天我們講 從營運面 或是說到產品面 今天還有一個 就是你股價面 誠信的問題 那說實在 威盛過去給人家 這個不好的觀感 可是你知道 現在大家擔心什麼 擔心 宏達電是第二個威盛 因為等於是最近 這些事件 讓外資對他的評價 真的是有一點點改觀 就先不管張惟一開 我們講花旗的事件 就說你自己說要買 你沒買 你要說做這個 你也沒做 還有他跟就是說 法人之間的關係 就我所了解是 好像宏達電 當然他是我們國內 這非常大的公司 就是說手機第一品牌 可是他對外資太多 或對法人 我知道一些 Local法人 其實他有一點點強勢 就是今天我要去找你 對不對 call公司 我想多做了解 可是有時候他關起大門 可能不願意講 好那這次就是 砰出來 就好像那個忽然怎麼樣 打開來告訴你說 那個要什麼潘朵拉盒子 嚇死人了 裡面是常不納購 對這個讓大家就嚇一跳 我之前要問你都不告訴我 對 然後突然間這個數字 就是這麼樣的 對對對 而且其實宏達電 我們還要繼續帶你看 最近他整個營運策略 讓大家覺得 好像有一點摸不著頭緒 我們來看一看 他現在呢 他說明年的第一季 這個世界通訊大會 他要出新的這個旗艦機種 而且這個旗艦機種 硬體設備 一定讓大家耳目一心 但是現在大家覺得很怪 那你現在第四季的問題 還沒解決 你第四季到底賣好不好 現在這個數字這麼樣難看 然後你就告訴我說 我們要來展望明年的 這個通訊大會上的新機種 大家覺得很怪對不對 你現在已經賣不好 你不趕快想著 今年第四季 你趕快怎麼樣解決 然後你想的是未來 我第一季要怎麼樣的重新振作 這個家公司 讓大家真的是要搖頭了 好 所以現在呢 我們趕快請兩位 專家都在現場 如果你是這個股市的投資人 如果是宏達店的話 到底可不可以買 請兩位趕快來幫我們舉個牌 是圈還是差勒 欸 好 這兩位這個意見不太相同 那當然這個靜雲姐差 就是剛剛很多的數據資料 大家覺得不是很樂觀 圈的大家覺得有一點 但看到一百塊 任惠副總 你還覺得可以買是不是 我剛才講過了一個方法嘛 條件很簡單 但是它其實是一個簡單的訊號 這個訊號出現的時候 不管什麼一百塊兩百塊三百塊 三百塊你也要買啊 就是一個剛才談到的這個 所以你覺得不是價錢的問題 我們從來很少去談價位的問題 因為價位是一個本益比的觀念 可是本益比到底是多少才合理 你可以說二十倍 十倍 五倍 到底是什麼樣才合理 所以有時候我們用很多的工具 幫自己做一些判斷上的輔助 這個是市場上的投資人 可能必須要未來有的一種經驗吧 我認為你光看報紙 可能這個訊息 有時候我剛才談過 太落後了 很多東西是沒有辦法 來這個做判斷的 是 所以這個任惠副總 你的意思就是 如果剛剛你告訴我說 這個只要現交叉了 那不管它的價位在多少 就是一個可以買進的訊號 它是其中一個簡單 我要讓大家看得懂的一個 月線上的月KD的訊號而已 那你如果能夠搭配其他更多的 兩種 三種 四種 五種 都match的時候 都符合的時候 當然那個買進的時機就更成熟 是 但是不是一個價位上的問題 如果是純粹價位上的問題的話 那800 600 我們就講前幾個月的 前幾個月那個672塊 為什麼不能買 然後你現在事後來講對不對 對 可是能不能事先講 就是要看一些其他的訊號配合 對 我可以補充一下就是 大家記不記得 Google 都是找宏達電合作 可是它今年跟Motorola 所以我覺得它慢慢在疏遠宏達電 對 我覺得 所以為什麼你看用壓寶兩個字 就是說為什麼我會舉差 我是覺得明年的不確定因素還蠻大 就是說今天連 Google 都可能跟你漸行漸遠 那我請問你要找誰對不對 跟你幫頭在一起 能夠再開拓其他更新的市場 當然有可能是不是有一些關鍵性的心機出現 對所以這都是這個大家應該要好好來這個關注一下的 那我們剛剛這個任惠副總也給大家一個概念了 這個外資看得很壞 但是我們不一定要把它當成是我們的一個明燈在那裡 我們就好好的參考一下 但是這個自己如何操作 任惠副總剛剛教大家 應該不用站起來跳舞 因為我聽懂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技術線型 等到它交叉訊號買進出現的時候 不管它價位如何 應該就是有一個機會 大家再來買 好那麼今天我們就看到兩位專家 來跟大家談到了宏達電 那麼真的是很有收穫啦 那麼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來我們要帶你出國玩 這個出國大家印象當中好像花大錢 但是不一定喔 其實有一些聰明的辦法 可以讓你小錢 也可以玩好多的國家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等於! 3 3 4 3 7 10 10 10 就是